马斗福音第九章 耶稣上船过海,来到自己的城 看,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床上的摊子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 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 经诗中有几个人心里说 这人说了亵渎的话 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 什么比较容易呢? 是说,你的罪赦了 或是说,起来行走吧 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群众见了,就都害怕起来 遂归光荣于天主 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 耶稣从那里前行 看见一个人在睡棺那里坐着 名叫马豆,对他说 跟随我 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屋里做席时 有许多顺利和罪人 也来通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做席 法利赛人看见 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顺利和罪人一起进食呢? 耶稣听见了,就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你们去研究一下 我喜欢仁爱,胜过祭限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来召义人 而是来召罪人 那时,若汉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 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 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 耶稣对他们说 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 但日子将要来到 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 那时,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 没有人用未挑过的布做补丁 补在旧衣服上的 因为补上的必扯裂了旧衣 破绽就更加坏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的 不然皮囊一破裂 酒也流了,皮囊也坏了 而是应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 两样就都得保全 耶稣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位首长前来跪拜他 说 我的女儿刚才死了 可是请你来 把你的手放在他身上 他必会火 耶稣起来跟他去了 他的门徒也跟了去 看,有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 从后面走近 摸了他的衣服碎头 因为他心里想 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 我就会好了 耶稣转过身来 看着他说 女儿,放心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从那时起 那女人就好了 耶稣来到首长家里 看见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 就说 你们走开吧 女孩子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他 把群众赶出去以后 耶稣就进去 拿起女孩子的手 小女孩就起来了 这消息 传遍了那整个地区 耶稣从那里前行 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 说 大魏之子 可怜我们吧 他一来到家 瞎子便走到他跟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对他说 是 主 于是 耶稣摸他们的眼 说 照你们的信德 给你们成就吧 他们的眼便开了 耶稣严厉警戒他们说 你们当心 不要使任何人知道 但他们出去 就在那整个地区 把他传扬开了 他们出去后 看 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 附魔的哑巴 魔鬼一被赶出去 哑巴就说出话来 群众惊奇说 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但法利塞人们却说 哼 他是障来魔王驱魔 耶稣周游各城各村 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好一切疾病 一切灾殃 他一见到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慈心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像没有牧人的羊 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 庄稼固多 工人却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 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 来收他的庄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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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